其实一直以来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在表演过程中 我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我过于理性了 但是直到我看到了不需死刑的这个剧本 我发现当我真正地爱上了文善这个人的时候 我就愿意彻底地把自己交给他 我也特别感谢刘佳英导演帮助我迈过了这个坎 还有就是文善啊 你在哪呢 好文善 我其实咱们俩就是从拍这个片子到后来聊了好多了 但其实我还有一点话没有说过 我想现在告诉你 就是你 就是我其实挺嫉妒你的 因为这个角色明明是我写的 可是我时不时会觉得你比我了解他更多一点 就是对我来说你不只是演员 然后你是一个和我在共同创作这个人物的人 然后我想说 就是在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已经想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你永远比我还稍微多一点 后来我明白的就是我我知道为什么吧 因为多出来的这一点是你自己的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你成全了人善 然后也成全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如果有一张脸就是就是你的脸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先以为我跟他台的导演就抱一下吧 此时此刻 此时此刻 清除掉的 荣誉的时刻 我想在这个导演说 其实文善在这个故事里 他是给苏不相识的人写道词 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也给自己的母亲写过道词 我在演《闻山》之前 我觉得到此的意义可能就是对人的一生的一个总结 但是因为演了这个电影 我发现其实文字真的是有治愈和温暖人心的力量 所以其实我看完这个剧本以后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我妈妈 也是为了我自己一个我接了这个戏 所以我一直觉得特别幸运 可以在某一个我人生的特殊的阶段 我看到了这个剧本 我看到了《闻山》这个剧本